综合媒体报道被美国当局指控窃取公司驾车机密 遭到逮捕的苹果公司硬体工程师陈记忠 被检方发现在他的家中 还有属于前东家雷神公司的爱国者飞弹计划机密资料 有一些档案还盖上机密的戳记 这一项发现让原本单纯的商业间谍案增添了国家安全遗云 目前美国政府已经加强了对陈记忠的监控 今年1月陈记忠被同事看到在保密的工作区当中 用广角镜头拍摄照片 当时陈记忠坦诚拍摄并备份自驾计划的手册跟原理图 等约莫2000个档案到自己的硬碟当中 但他告诉苹果的调查员 是因为主管要他进入绩效改善计划 他才拍照的 想要用于申请公司内部其他的工作 但并未告诉苹果 他印证了一家总部在于中国的自驾车公司 苹果在得知真相之后将其停职 并表示陈记忠拍摄的资料如果公开 会带来巨大的伤害 检方表示陈记忠以想回到中国 探视生病的父亲为理由 实际上是试图投奔中国其他的公司 最终在搭上班机前被逮捕 而去年7月 苹果另一位前员工张小浪 今年3月 美国电动车大厂特斯拉工程师 曹光直借被指控窃取商业机密 三个人都是试图跳槽到中国电动车 新创公司小鹏汽车 纽约时报日前爆料一系列的新疆秘密文件 引发外界的哗然 国际舆论也纷纷施压中国 关注新疆当地的人权问题 而今天纽约时报再度的重磅报道 中国新疆秘密文件泄露事件的 吹哨者身份曝光 现为荷兰公民的维吾尔人 阿希爷阿普都拉赫普 声称自己帮助披露了 中国政府有关新疆政策的部分秘密文件 并解释希望能够借着公开身份 来保护家人免于报复 曾经是新疆地区政府工作人员的 阿普都拉赫普表示 自己跟前夫曾经因此受到死亡威胁 他希望借着公开身份 能够让自己跟家人免于被报复 乔的事就在同一天 新疆自治区主席雪克莱提扎克尔 也大动作地召开记者会表示 在新疆采取的反恐去极端化措施 跟世界上许多国家 包括美国的反恐去极端化措施 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区别 美国一些人应该要摒弃意识形态的偏见 不应该在反恐去极端化的问题上 搞双重标准 接下来关心中美贸易战的问题 一些迹象表明 中美贸易谈判正在接近达成初步协议 法管报导 美国白宫首席经济学家库德洛日前表示 美中贸易协议即将达成 华盛顿跟北京方面的谈判 正处于紧张的阶段 中国商务部官员今天也表示 希望中美双方本着平等互利 相互尊重的原则 来推进谈判跟磋商 照顾到彼此的核心关切 尽快取得各方都满意的结果 但中美双方都没有透露谈判的细节 中国商务部部长助理任鸿斌9号 在国新办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 发展专题发布会中 做出上述的表述 并强调我们的态度跟立场是一贯的 中美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双赢 合则两利斗则俱伤 另外商务部外贸司司长李鑫干 在同一个场合也表示 中国对于明年的外贸发展环境 有着清醒的认识 从国际市场来看 需求增长乏力 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增多 经合组织将明年全球经济增速的预测 下调到2.9% 世贸组织也下调了 全球货物贸易量的增速预测 从国内来看 中国外贸发展基础稳定 各类经营主体活力充沛 有信心保持外贸稳中提值 华尔街日报报导 库德洛日前也呼应了 美国总统川普的说法 强调如果最终达成的协议 对美国不利的话 川普政府将会退出谈判 但他表示 协议的经济增长潜力 可能会非常的棒 自美中贸易战开打之后 外界普遍不看好中国的经济 认为中国GDP成长要保留 已经是不可能的任务 甚至连保四文武都有难度 而香港苹果日报 引述日经新闻报道 根据联合国衡量经济发展 和国家财富的新指标 兼容性富裕指数分析 中国虽然表面上过去25年来 GDP成长每年都超过10% 但在GDP成长当中 民众真正受益的 恐怕平均只有2%而已 由于GDP经常被用来 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力 但国家在经济成长期间 所付出的代价却往往被忽略 而联合国跟日本九州大学教授 马奈木俊介的团队合作调查 而成的兼容性富裕指数 则统计涵盖了像是森林 农地以及自然资源等自然资本 以及教育水平 以及预期寿命等人力资本 能够探索在GDP增长的过程当中 民众真正受益到了多少 报道指出 中国在1990年到2015年期间 是经济增长的巅峰 每年GDP增长都超过了10% 但是如果将自然环境的破坏 以及对人民健康等福祉的代价 列入计算之后 平均每年的成长只剩下了2% 马奈木俊介指出 兼容性富裕指数反映了国家发展的可持续性 而中国的环境问题跟自然资源的消耗 拉低了这个数字 对此四川大学教授刘润秋研究也发现 环境对于经济的影响确实在近年来开始浮现 因为在中国空气品质每下降0.1个百分点 该地的房价就下跌了3.97% 除此之外去年全球在环境社会以及治理的投资 达到了3000万美元 比2017年增加了30% 因此监测空气品质也成了潜在的巨大市场 川普跟希拉里时隔4年之后 又要在总统大选当中竞争了吗 新浪网报道 前白宫首席战略师班农8号在福克斯的节目当中表示 美国前国务卿同时也是四年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 正在寻找合适的机会要加入民主党的初选 而这一点可以从他4号参加了美国知名谈话节目 霍华石坦秀可以看出 因为该节目主持石坦曾经在2016年大选期间邀请希拉里上节目 但希拉里并未前去 石坦也在之后选举结果公布之后遗憾地表示 如果当初希拉里有上节目 结果可能会不一样 也正因为这一段插曲 让希拉里4号上节目的举动更引发外界的猜测 根据美国国会山网站报道 希拉里的一名高级助手也曾经表示 尽管不太可能 但希拉里参选的几率并不是零 不过希拉里最近确实动作频频 中时电子报报道 72岁的希拉里11月为了新书前往英国宣传 并在接受BBC采访时被问到 是否会再战2020总统大选时 卖关子的表示 他这一段期间一直在想 如果三年前他击败川普 自己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总统 会有什么样的作为 被逼问到最后的时候 希拉里坦诚确实受到很多人的鼓励参选 不过加入2020大选并不在他当下此时的计划当中 但他也埋下伏笔的说 就像他说过的 永远永远都别说不可能 中央社报道 在川普政府任职白宫高阶顾问的第一千金伊凡卡 现前经营时尚品牌 若干商标获得初步核准 引来利用白宫资源扩展生意的批评声浪 让伊凡卡直得关闭同名的时尚品牌 对此有意搅逐美国总统大位的民主党参选人拜登 在接受HBO电视节目的专访时表示 鉴于川普政府的状况 如果他赢得明年的总统大选 他的家人将不会在海外从事任何的生意 他也强调 没有人会试图从中国那里获得特权 没有人会做这样的事 目前拜登因为儿子韩特 在乌克兰天然气公司担任董事一职 而成为贪污指控的剑把 虽然韩特本人并未被指控任何的不妨行为 还反而让川普被民主党指控利用职权 来向乌克兰政府施压要调查韩特 导致现在的川普弹劾案 不过苹果日报报导 上个礼拜拜登的造势场合上 有一名自称是84岁的退休农民 先质疑77岁的拜登已经老到不适任总统 又说拜登派儿子去乌克兰 要不就是帮当时的总统欧巴马取得管道 要不就是向乌克兰出售接触到美国总统的管道 气得拜登怒斥对方是可恶的骗子 否认父子两涉及乌克兰贪腐 并要老翁说清楚讲明白 针对美国总统川普弹劾案的最新进度 中央社报道 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纳德勒8号 在CNN的谈话节目《美国国情》中透露 川普将个人利益至于国家之上的事情 已经最正确凿 如果将弹劾案交给陪审团 三分钟之内就会出现有罪的判决 虽然纳德勒没有具体的说明 弹劾条文可能会有哪一些内容 但不排除众议院司法委员会 会在这个周末前表决弹劾案的可能性 一旦弹劾案通过之后 预计将顺利的在民主党掌控的 众议院全院表决过关 明年初很快就会送到参议院来审议 不过共和党在参议院占了多数 即使相信同为共和党的川普将会赢得胜利 不过纳德勒表示 弹劾条文的细节要等到9号听证会结束之后 才会确认 因为司法委员会必须纳入许多考量因素 外界推测纳德勒指的是 之前由穆勒担任特别检察官 调查通俄门的查案报告 不过一项敢言的川普 先前多次炮轰众议院的弹劾调查 是民主党及众议员带有党派色彩的攻击 也再一次在推特上发文表示 司法委员会的听证会是一场骗局 出自于毫无正当法律程序 无所作为的民主党人 传出甘肃正元县图书馆销毁 和有请向性的文章书籍一事引起震撼 许多人将这件事情和中国历史上发生的 两起恐怖事件联系起来 一则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 一则是毛泽东发动的文革 文革烧书禁书 视交书人为臭老酒 迫害成千上万的读书人 发广报导10月23日发表的一篇题为 正元县图书馆组织开展馆藏出版物 清查下架和集中销毁活动 官方宣传报导指出 为了充分发挥图书馆在社会主流意识形态 传播的主阵地作用 近期元县县图书馆组织 对馆藏资源中社会捐赠的非法出版物 宗教类出版物 特别是含有倾向性的文章书籍 图片书刊和影像资料等内容 进行了全面清查下架和迅速销毁 正元图书馆还把烧书活动 提升到强化四个意识和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 不过正元县图书馆的这一个官宣报导 目前已在官网删除 道广的文章注意到为什么社会捐赠出版物会出问题 为什么宗教出版物要销毁 另外什么叫做含有倾向性的文章书籍 该馆虽然没有任何解释 但却将烧毁书籍与符合不符合两个维护联系起来 所谓的两个维护按照中共高层的解释 两个维护的核心意思就是维护习近平主席本人 但是这些书籍里面到底有哪些内容不维护习近平呢 官方却没有任何解释 图书馆工作人员接受采访时含糊说不清楚 只是说销毁的是一批价值不高的 借约量比较少的书籍 而这边的价值高低与否 又是以什么来作为评判标准 官方仍然没有任何具体的解释 图书馆焚书的消息一出 立刻引起中国舆论震荡 报导整理指出 新京报发表一篇题为 图书馆焚书要经得起文明和法律损失的评论 只用这种焚烧的方式处理非法出版物 恐怕也超出了社会所能够接受的范畴 它传递出更多的是粗暴的观感 而不是对文明的维护 文章同时也质疑 宗教类出版物什么时候成了 必须全面清查下架和迅速销毁的书籍 更批评这种做法 也违反了中国自己的宗教管理条例 及出版管理条例 不过这篇文章在发布后没多久就遭到删除 目前发表或转发该文的中国网站已被404页面已不存在 新京报不是被404的唯一 根据中央社报导 从中国的搜寻网站百度上 以证源分书等关键字查询 搜寻到的相关新闻报导已经大为减少 而且点选许多连结之后都出现了404的错误讯号 而新浪微博则是少数还看得到这则新闻的地方 网友纷纷留言大肆讨论认为这是公权力在犯罪 也有人说这样用烧书来做政治表态的行为 其实是中共自己批评的低级红高级黑 还有人认为应该公布被烧的书单 另外焚书一事也引发中国知识分子的反弹 道广整理报导著名作家张仪和在朋友圈指引此事 他说以清查为名 以文件为准 以学校为史 全国范围焚书 事关中国文化命脉 必须由全国人大举手表决通过 并进一步质问相关政策是谁批准的 又是谁签的字 北京学者荣健则评论 焚书开始了坑如还远吗 但有人指出坑如早就开始了 刘晓波不是作家吗 还有那么多良心教授也被下课 像是不见踪影的贺卫芳 就是最好的例子 除了几千年前秦始皇的焚书坑如 发广的文章也联想到毛泽东发起的文革 特别是文革后期毛泽东发起批凌批孔 他赞扬秦始皇焚书坑如 悠闲不足的一段话很流行 当时他神气的说 秦始皇算什么 他只坑了460个如 我们坑了4万6千个如 毛泽东会这么做并非没有原因 他曾经回忆过1918年 在北大图书馆做图书馆助理员的事 他的一项工作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访客名单 当时到图书馆的许多是新文化运动的头面人物 毛泽东虽然十分仰慕 但仰慕的同时也积下了憎恨知识分子的病根 对此著名历史学家于英时 2017年12月11日 曾在自由亚洲刊载的习近平焚书坑如访谈中指出 这个新的坑如 新的焚书 毛泽东已经超越他了 他觉得秦始皇不行 只坑了400多人 烧书也没有烧光 没想到毛泽东死了之后几十年 又来了一个新的焚书坑如秦始皇习近平 习近平现在在焚书与坑如两个方面都比毛泽东厉害得多 他的言论控制 自从他上台以后 连胡锦涛时代 江泽民时代的那一点点言论自由都没有了 也没有人敢说不同的话 那时候还可以说一点不同的话 说完了 听到了党不高兴你 但还不能马上就抓你 现在是利用各种新的法 只要听不惯就把你抓起来关起来 所以维权律师一直很倒霉 一直是被关的对象 但不只是维权律师 任何人只要对政府提出批评 或者两三个人在一块 甚至于屋里谈话 根本没有出屋 也可以被关起来判刑 余英时还特别提到 中共要求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 把他们的学术刊物 中国记刊上涉及西藏 台湾天安门六四的都得撤掉 余英时讽刺的说到 焚书坑儒不但延伸到国外 也延伸至学术界 这是连毛泽东都还没做到的事 香港八日大游行 发起活动的民间人权阵线 声称有80万人上街 尽管自反送中运动爆发以来 香港有过几次百万人游行 但这个8号国际人权日的游行不同以往 在反送中运动进行了整整半年的香港 还有这么巨大规模的人权上街 不少观察人士在问 习近平是否该想一想了 法广报导 六个月前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 推动可以不经代议审查 向中国移交罪犯的香港逃犯条例 他没有想到 这将触及香港法律的独立地位 会在香港引发一场空前的抗争运动 六个月后 出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意料之外 香港民主派地方选举取得空前胜利 美国外交政策 资深编辑巴默也刊文报导 有三家中共中央级的官媒 提前把建制派胜选的新闻稿都写出来了 选举结果出来 编辑部一片惊慌不知所措 中南海对香港情势发生严重误判 有不少人解释 就是习近平被中共的信息系统给误导蒙蔽了 但报导引述政治家胡平的说法认为 习近平的问题并不是受蒙蔽的问题 而是能力的问题 是理解力的问题 是判断力的问题 半年过去了 没有想到八日国际人权日的大游行 又有如此巨大规模的人权上街 刚复以及刚复背后的指挥北京 曾经指望这场运动自身自灭 让香港人逐渐感到厌烦 运动中少数人以暴异暴的场景 会让倾向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群众畏惧退缩 结果一切都没有发生 只是让最初一场 旨在要求彻底取消修例的运动 演变成一场全民争取民主的运动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 很快就要去北京续职 届时她应该如何向习近平汇报 习近平又该向林郑月娥说些什么呢 可以预料的是 在公开的情况下 习近平仍然会坚定不移的支持林郑月娥 过去六个月的时间证明了 习近平的北京政权 限缩香港民主的努力几乎没有成功 他们低估了压缩一国两制 压缩香港高度自治会带来的严重后果 2014年的雨伞运动失败了 随后与这场民主运动相关的领袖人物 被抓的抓 被判刑的判刑 随后更有铜锣湾书店五名员工 遭到中国公安绑架的骇人听闻事件 北京政权没有想到 这些事件给香港人造成多大的伤害 在香港人心中形成多大的阴影 让他们清楚意识到 如果香港独立的司法地位再也不保 他们一个个都将成为龙中之鸟 六个月的抗争 北京当局难道还没有清醒吗 香港地方选举之前 英国领事馆前职员郑文杰 在中国被抓 被虐待的实情披露 再次给香港人增添难以愈何的伤口 习近平没有想到 在这持续抗争的六个月 当局拒绝对话 造成了香港持续动荡的局面 也让国际地位深度了解 香港人为何要拼命保住 北京当年答应赋予他们的独立地位 同时也让国际看清了 北京的装横 霸制 独到 美国国会共和与民主两党 华盛顿的精英们 美国的主流民意 居然在对华问题上形成高度攻势 身为中南海的习近平是否想过 这些都是他的政权所造成的 在这短短几个月中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以压倒性的独数 一口通过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香港保护法 有所犹豫的川普最终也很快的签署 也许习近平依旧会相信 北京的权力很大 连世界也感到害怕 香港已区区一城 竟敢对抗堂堂中国 的确 从表面上看起来 香港非常的弱小 北京总有机会跟泛民派 秋后算账 香港的法治独立 北京也能慢慢釜底抽薪 以经济首买的方式 融络财团 融络地方势力 把泛民派彻底挤到一边 北京终将获得最终的胜利 分析人士胡少江认为 北京一定会变本加厉的进行反攻 他们的反攻 包含首先在经济上 国家控制的国有经济 和国有控股经济 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 和规模进军香港 扩展信得过的子弟兵队伍 排除不听话的香港雇员 在政治上 对香港现有的司法制度 进行更加强力的颠覆 他们的目标 将会针对具有独立性的法官 并通过人大更经常的释法 来摧毁香港司法独立的最后保障 他们更将大力的向香港 大中小学 移植内地那一套洗脑做法 强化控制香港社会 但是如果这样想 习近平可能会永久性的陷于凝少之中 香港这几个月的抗争 香港人的韧性 展示出前所未有的景象 恐怕长远来讲 北京的政权并不热观 香港是一个年轻的社会 参加这场民主运动的数十万主体人群 都是十四五岁到二三十岁的青年族群 他们早就已经被习近平塑造成中共的反对派 在时间这一个最关键的问题上 站在中共的对立面 习近平虽然废除了国家主席的任期制 但时间对习近平是很不利的 镇压对习近平更不利 香港不是北京 香港发生了一切 不可能像北京那样被人移封锁 香港发生了一点一滴 随时会透过视频 照片 文字 口述 传向全世界 美国国会几乎是以全票通过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正是香港事件的即时性效应 使得美国国会的议员们 同香港一起沸腾起产生的效应 文章认为 习近平应该要想一想了 在通过有关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后 美国国会接连制定的新疆人权政策法案 加上去年生效的台湾旅行法 有报导分析 美国不久之后可能还会有西藏人权法 美国对中国政策变化如此之大 如此干涉中国内政的情况 是中美恢复外交关系以来前所未见的 习近平或许还需要想一想 香港跟广东紧铃 香港的反抗运动 对中国大陆产生的溢出效应 其实中国大陆虽然近年又封锁消息 但从朋友圈传出来的讯息显示 知道香港事件真相 并且支持香港青年的中国人不少 他们只是暂时不敢公开表达 但是习近平应该想一想 香港反抗运动越是持久 香港人追求自由民主人权的反抗精神 也将越持久的向中国大陆扩散 民进新闻台24小时直播 新闻不受管制 呈现事实真相 请到YouTube搜索 民进新闻台 订阅民进新闻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